2010年今日 菲律賓警方公布在当年8月23日发生的 菲律賓枪手挟持香港人质事件的初步监政结果 说在挟持人质事件现场 找到65枚子弹蛋壳 其中58枚是在旅游巴上找到的蛋壳 确定是由枪手门多杀的M16部枪射出入 其余7枚蛋壳就来源未明 说8名遇害的香港人质 都是死于枪手门多杀的枪下 而不是误中警方的子弹致死 2010年8月30日 在台北港台两地新成立的协计会和策计会 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 港方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以协计会荣誉主席的身份 和台湾的陆委会主委赖幸媛 列席会议 双方会后达成多项共识 包括每一年轮流在两地 召开联席会议 和经贸文化论坛 加强沟通 以及尽早落实两地 避免双重征税 和海空运安排 并且去旅游 公共卫生 文化创意等方面加强合作 而香港又会在台湾设立 女法局的办事处 美国方舍香港内部事务由来已久 新任总领事夏先锋 对香港2017年普选方式 是最浓烈 司马超之心 露营再见 今天ATV焦点是联连述 我跳到ATV春晚 我要上ATV春晚真人秀 闯进奇湾国道 誓听天类之音 Wish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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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击隐世武林 挑战人类极限 我跳好气舞 连BB都振好 探索異国技艺 穿越神秘尖墙 走 走 立即站